感謝DAOMA的70塊台幣 皇帝有錢太多給你一點 拜託拜託多給我好不好 我很窮啊 感謝小懶瓜的70塊台幣 奇怪我昨天還有抖個70 怎麼沒有感謝到 這個應該是系統或者是我漏看 我會再去檢查 那我在這邊也感謝你昨天的這個70塊啊 那比較抱歉 可能是我漏看的 應該是工作太累眼睛花了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那這邊感謝閒城的70塊台幣 皇帝大吉吉 是大吉吉好嗎 處罰你下一次再抖內一次 感謝JIANG的30塊台幣 多謝皇帝讓我吸到你的歐氣 納克次元6000出 恭喜你啊各位 有沒有看我影片 你覺得越來越好運啊 我會用我下面那條大神龍 幫各位祈福 各位觀眾朋友們大家好我是皇帝 我的影片讓你永遠看不膩 各位暑假到了啊 有沒有很開心 應該有非常多的觀眾都是非常不開心的 為什麼呢 因為有非常多的暑假作業要寫 但是呢皇帝我非常的開心啊 因為你們放暑假了 有的是什麼 有的是時間啊 有時間要幹嘛 就是要看皇帝的影片啊 那你們看我的影片 我就可以賺錢嘛 我跟你講啊 我很快就會成為台灣首富了 那我們今天要來玩的呢 是青燕的全新造型 塗裝高手 雖然說這個造型沒有炫炮的特效 但是他非常的便宜 只要255塊點券 人人都買得起啊 所以我建議經濟能力允許的人呢 一定要入手這個造型 CP值我覺得還算蠻高的 目前傳說對決的實況主 很少人在做青燕的影片啊 所以各位要學青燕 一定要看我的影片 把我的頻道分享給你朋友 OK 那我們話不多說 今天的影片馬上開始 LEGO OK 我們這邊進來到遊戲畫面 各位 你要如何判斷一個青燕會不會玩 你就看他開局有沒有疊兩層被動 各位就知道了 青燕這隻角色啊 我出過凱撒路的教學 我也出過打野的教學 但是我打了這麼多場以來 我覺得打野這個位置 還是比較適合青燕的 那在這個版本改動過後呢 我發現青燕打野怪有一個缺點 就是兩隻野怪很難拉在一起打 我是不知道各位有沒有這樣子的感覺啊 這一次改版之後呢 我很難把兩隻野怪拉在一起打 我只能分開個別個別的打 這樣子就會比較慢一點 如果你有跟我一樣的狀況的話 也歡迎在底下分享你的心得 我們把第一輪野怪給青燕之後呢 我們就要靠近魔龍 因為現在基本上 這個版本 大家都是想要先搶魔龍的 優勢比較大 我們趕過來直接一個大招瞄準 愛麗絲秒掉之後 回頭一個二技能拉到蝙蝠俠身邊 配合隊友再收掉這個翻 我們一進場啊 對面血流成河 現階段對手死了三隻啊 各位我們要做的事情就是 去吃這條魔龍 把效益直接拉到最高的話 吃完魔龍之後 無論是打野還是清兵線 速度都會非常快 這樣子就可以讓大家更方便的跑資源 OK 我相信太過於震驚的講解 大家也是看不下去啊 那就讓皇帝我來稍微不震驚一下 那這邊一個二技能 直接靠近對面這個 對 反正就是搶頭 OK 那我們這邊中路的兵線 順便給他帶一帶啊 一帶一帶 因為我們中路的這個法師 不在中路嘛 那這個兵線不吃百不吃 那因為玩青燕呢 非常的吃裝備 以及非常的吃經濟 所以我們不能浪費 任何一點農經濟的機會 各位可以看到啊 我基本上沒有停下我的腳步 哪裡有兵線 哪裡有野怪 我就往哪裡去 那這裡呢 我們再來跟各位提醒一下 青燕的小小技巧 盡量都是疊二技能的強化普攻 因為一技能的強化普攻 很容易被對手給中斷 很容易被打斷 被打斷的時候 你就會有一段空窗期 那一段空窗期 非常的致命 所以我建議大家 無論是要清兵線 還是說要GANK敵人 都是用二技能的強化普攻 帶在身上會比較好 如果你是用一技能的話 第一 難追人 第二 還有可能被對手斷 這樣你學會了嗎 原本我是想來這個草叢做埋伏 沒想到對手中路的反應也是蠻快的 直接開大招把我們推走 那這邊我們稍微拉開 疊一下我們的被動 對手看到我們殘血 肯定會想繼續追 那這邊薇拉出來 打一套之後我們開啟大招 接著反打大招打一個控制 二技能接近對手 躲開另一月的招式 接著一技能收掉蝙蝠響 完美撤退 各位這個就是青燕啦 好好利用你的大招跟二技能 你就可以非常的強 那這邊各位可以看到 我用二技能就可以把對手 遛的團團轉 畫面上就可以看到啊 我們瘋狂摸這個愛麗絲的屁股 對手根本就拿我們沒有辦法 那對手愛麗絲的屁股 我們摸的差不多之後呢 這個海倫再給我們補血 啊 好舒服啊 那我們這邊就順勢來吃這條魔龍啊 魔龍跟凱撒 在這個版本都是非常重要的 各位有時間就要去吃啊 不要在那邊遊蕩搶隊友兵線 打野該做的事情就是 帶地圖物件 跟幫助隊友拿順風 那這邊一個二技能 貼近之後開大招 沒有讓反而暈到 有看到嗎 我們這個大招開的是 用來躲他的金標 不要不要暈到 非常的細節 各位可以多學學 利用大招的免控加減傷的特性 用來擋一些比較致命的控制招式啊 那我們這邊把魔龍鹿的兵線帶進去 來蹲這個草 這個草非常好抓的 沒想到剛講完啊 對手蝙蝠俠就出現 那這邊我們開啟大招打他一套啊 沒想到對手出來支援的 這麼剛好 那這邊我們勉強 收到對手蝙蝠俠之後 我們也死掉了 比較可惜一點 那我們復活之後呢 勢必是要來找這個蝙蝠俠報仇的啊 那我們這邊直接一個 一二技能貼上去 被他暈到沒有關係 二技能再逼近 接著開啟大招 突進蝙蝠俠 收掉蝙蝠俠之後呢 我們再一個二技能 接近對手的令月 再一個二技能 再接近 打掉對手的令月 看到對手索倫追了上來 二技能回頭 直接朝這索倫而去 打他一套 打出一技能的 強化普攻 但是比較可惜一點 隊友沒有人來支援啊 他們在吵架 可惡 吵什麼架 那各位可以看一下 我今天的出裝啊 算是屬於一個 比較半坦的概念 那這邊對手 好像要來搶凱撒了喔 接下來就好好欣賞 我的操作吧 那接著我們來慢動作解析一下 大家都非常喜歡 皇帝的慢動作解析 我們這邊開啟大招呢 不是為了殺這個蝙蝠俠喔 我們是為了追擊牆外的敵人 那我們這邊二技能拉出去之後 我們首先攻擊對面愛麗絲 打出我們的冰霜長跑的環術 接著大招二段打一個控制 但是我們的目標是後面的後排 絕對不是這個愛麗絲 愛麗絲呢 他只是我們要抓後排的一個跳板而已 那這邊打出一技能的強化普攻 沒有收掉凡恩 我們就用二技能拉開了 看到凡恩沒有死 我趕快二技能再拉回去 收掉這個凡恩 我很想去追對方索文 但是我們沒有技能 所以我們只能先選擇來收這個愛麗絲 把愛麗絲留住之後呢 我們的大招二段又快好了 往回拉一下 回頭一個大招二段 收掉對面愛麗絲 二技能拉出來完美退場 我們一路從凱撒那邊 追到對方的二塔 各位就可以知道 善用青燕二技能 你想追多遠就追多遠 好不好 你就是戰士版的納克羅斯 只要前中期阿 你讓青燕肥起來 根本就擋不住 那這邊對手發現我們在草叢裡面 二技能我們直接開出去 秒殺掉對手令月之後 開啟大招 回頭一個大招二段 收掉凡恩 再一個二技能拉開戰場 可以說是這個接招阿 完全沒有半點猶豫 那為了讓對手的打野 知道我跟他的差距呢 我瘋狂抓他們後排阿 可以看到對手令月 根本就是被我抓到 生活不能自理 那這邊我覺得 我是已經逃掉了 一個二技能拉開 沒想到對手的索文 一個大閃阿 直接超乎我意料之外 你玩青燕蹲草阿 一定要把你的被動疊好疊滿 各位了解嗎 無論如何被動就是要疊滿兩層 那我們這邊畢竟先秒殺掉對面的凡恩 雖然不是我們拿到人頭 但是我們也有協助秒殺嘛 那這邊對手愛麗絲大招已經開完 他們不知道躲在這邊 我們這邊二技能切出去 直衝對手索文 那我們先秒掉對手索文之後 我們再回頭來料理對手令月 可以說是把輸出打好打滿 對面根本就殺不死我們 想不到我們會從這邊接近 從這邊出現阿 基本上阿 對面是已經涼涼了阿 如果你們讓青燕飛到這個地步 我說真的 你們可以準備投降了 因為青燕會秒殺掉你們的後排 而且是非常輕鬆 那為了紀念我跟對手的這場戰鬥 我來唱一首歌送給他們 欸這個凡恩要殺好不好 二技能逼近直接接近開啟大招 大招二段打下去秒殺 OKOK我們剛剛唱到哪裡 藍用沉默在咆哮 愛起來不及全好 對手被我們壓到只剩下下路這座塔 所以我就有點膨脹了 這邊看到夜叉綁到這個 凡恩之後我們就接著進場 沒想到我們在吃塔的傷害 還被凡恩給噴了一下 殘血之後 我們復活加起來 忘記換裝還是死掉好不好 但是那個情況其實換裝 好像也是會死啦 那因為對手下路的塔 就剩下那一咪咪血量 我們進去給他摸個兩下 他就掉了 那這個三路全破啊 這個超級小兵非常的強啊 我們可以說是勝卷在握 所以可以更輕鬆的打 應該說可以亂打 那我們這邊呢 也不怕說對手給我們逆轉啊 我們眼裡就先抓這反應 有沒有 輕輕鬆鬆又有拿到一個人頭 哇操 那這個大招真是有夠痛的 那我們這邊開啟大招 直接逼近打一套之後 沒有死 因為我們出的是死神鐮刀 下刀下刀 雖然說我們後期打的沒有很好 但是前中期也是靠著我們在撐啊 ok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告一個段落了 如果各位想學輕艷 就看皇帝好不好 我不敢說我自己的輕艷有多強啊 我也不敢說我的輕艷有多屌 但是我敢保證呢 我輕艷的教學啊 絕對是最詳細的 我們這一場表現的這麼酷 我們應該是MVP吧 沒錯啊 哇操我們輸出打了38% 好啦 感謝各位今天的收看 謝謝大教授皇帝 過的影片讓你永遠看不妮 那我們下一部影片見啦 大家掰掰 我們下期見啦 我們下期見啦 下期見啦 大家好 我們下期見啦 吃了 真的嗎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